这是北韩官方宣传网站 今日朝鲜在五月中旬推出的新影片 令南韩媒体关切的是 影片中主持人说的话 南韩媒体形容 主持人流利的中文 让人几乎分不出他到底是哪一国人 字幕中有中文跟韩文 更让人怀疑 是不是新冠疫情缓解后 北韩要开始向这两位老大哥招手 推销观光 恢复经贸合作了 在这里我喜欢的一些太多 我觉得不知道 刚才要打一个菜 북한이 그동안 유튜브 등을 통해 영어판 홍보 영상을 공개한 적은 많았지만 이번처럼 러시아어와 중국어로 된 영상을 제작한 것은 이례적입니다 특히 코로나19 사태 완화에 따라 북한이 국경 공세를 서서히 풀어가는 시점에 해당 영상들이 올라오는 점이 중요합니다 另一个迹象是由 미국媒体 北韩正在跟中国之间 绵延几百公里的边境線上 修筑越来越多的围篱跟港哨 更多迹象显示 北韩正在进一步扼杀脱北者 跟边境走私的生命线 TV新闻 张志明 庄志伟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